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你 叫那福 叫福 嘿嘿 看我大哥的孩子啊 长得又白胜 比他白多了 我家的二宝 对 因为我嫂子 长得像虚我一套 哈哈哈 你在玩儿拉着 都没给我听了 因为我嫂子不说话 嘿嘿嘿 就是你挺我齿的 这个 我怎么冬天不清了嘛 他没放那个 这个 就我那个那个串骨 帮个那种串骨 帮呀帮呀 你解的过什么 那个帮完了吧 解的过 出头脚蹭 就让这个 这个我的这些 钓鱼的这些分四名 和网友们也叫它们也学学 分享分享分享 分享分享 好 帮吧大哥 我帮你帮 你帮吧 我好想烧个味儿啥 你咋关哪里 我好想烧个味儿啥 不不嘞嘞嘞嘞嘞 你看这是我大哥的孩子 你看我大哥这么黑 小丑妮这么白啊 是不是有点随我 嘘嘞嘞 你看我早都不说话了 好尴尬 现在啊已经是冬季了 冬季啊 是用串工用的最多的时候 在鱼鱼店买的那种串工啊 质量不太好 今天啊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怎么样保制串工 我们先找一个线 我们先找一个线 线我们一般都是一米截断 我们截断之后我们再保制 今天我们保制的串锅是三个钩的 不是红工的 红工的不太好用 我先打结 很简单 我先打一个八次结 打好第一个结之后 我再打第二个结 这样我们三个小结已经打好了 接下来我们打这个结 这样我们啊 材上五六下 把它探过去 拉紧 就好了 第一个结是打第二个吧 好 好 好 这样我们三个结就打好了 我们打好结之后我们下一步连接 连接器 把它对折 穿过去 很简单啊 也是一个扒子的扣 拽过来之后我们再把它穿过去 拽紧就好 连接完第一个之后我们再连接接儿 这种方法很简单就是和绑出现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接儿已经打完了我们再放锅 第一个是一样的方法 好了 朋友们学会了吗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在下方给我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和大家分享别的钓鱼小妙招 再见